莆田的发展其实是整个福建的缩影 民间的痛苦无法控制 政府的努力尽力而为 这种事大家各尽人世变好 莆田人的努力我们都看得到 不仅是莆田人 福建人全中国人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但得众生皆得饱 不辞雷病 我残阳 金融危机是莆田倒下了一批邪企 老板跑路后下岗的工人们有机器有鞋料 为了赚点生活费 又只会做代工的手艺 便开始在小作坊里开始了第一批假鞋生产 假鞋越做越多质量越来越好 为了做得一模一样 他们常年请人在代工厂围墙外游荡踢食子 而花高价请来的代工厂专业人员 则会将样板鞋和设计图纸从墙内扔出来 小作坊连夜开模赶工 能跟阿迪和耐克同时上市新鞋 质量款式还一模一样 后来随着电商和社交媒体的发展 莆田鞋的网上销售火爆利润丰厚 大家更舍不得放手了 并不是所有莆田这些人都想做假鞋 有莆田搞鞋的人跟我说 他们有一拨人是做过自己的品牌的 但短期内巨大的亏损 使他们无法承受 最后又只能回去做假鞋 所以晋江和莆田 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本质上是莆田和东莞一样 没完成原始积累的问题 不是哪里的人天生就喜欢干什么的问题 现在莆田已完成了积累 他们便也要开始重走品牌之路 虽然晚了三十年 但经济规律是谁都必须遵守的 现在开始做品牌 总比一直不做要好 莆田在外地人眼里 主要三个印象 是莆田医院 莆田寺庙 莆田假鞋 其实大家对假鞋没什么痛恨情绪 说实话还挺包容 而说莆田人承包了中国百分之九十的寺庙 那是2016年开始的老旧谣言 该文作者在当年就已正式向佛教协会发文道歉 压根没这回事 所以实际上中国的普罗大众对莆田印象不好的 主要还是莆田医疗那四大家族 而莆田尤一发源于界外 界外又是蜻蜓造孽滋生出来的恶果 还是过于贫穷惹出来的种种是非 我去到秀宇区东庄镇湿地调研时 确实见到了一些豪宅大院 但并不是想象中的大片大片连成一片的遍地豪宅 听当地人说 由于大众对莆田医院深恶痛绝 现在医院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 而莆田假邪在经过政府一轮又一轮的打击后 已基本没多少生存空间了 以前我们这儿做A货的很受欢迎 一位莆田小伙子跟我说 女生们都抢着嫁 但现在不行了 要么重罚 要么坐牢 女生们都不爱嫁了 莆田现在豪宅连片的地方在北高镇 北高镇一共有12万人从事黄金珠宝行业 全国三分之一的珠宝门店 由莆田人控制 莆田珠宝商掌控着珠宝零售 生产批发各2000亿的市场份额 而且这些人极其低调 外界对他们极其陌生 莆田人能在黄金珠宝行业做得这么好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有大批打金师傅 北高镇人民为了吃饭 以出手艺人 比如当代最早的打金师傅叶先芳 自学打银成才 又将技术传给同乡 使得镇上许多人都会这门手艺 他们全国到处打手势 跟游异一样游走在全国 在1980年代时 部分打金将就完成了原始积累 有了几十万财富 有了钱之后 开始深入更高利润的黄金运输 从打金转行成拖金 将河北承德陕西同关的金子 运到莆田北高 2002年开始 中国黄金零售对个人开放 懂技术有渠道的莆田北高人 由此迅速掌控了黄金生产和零售产业 莆田人还掌握着全国大部分的民营加油站 北京中途石油 湖北天海石油 江苏苏油 太原二一站石油 太原二十一站石油 河北七点集团等等企业的老板 都是莆田人 莆田民营加油站能吃得开 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燃油大王林恩强 这人是世界级的邮轮运营商 控制着新加坡的燃油买卖 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是莆田人 1942年出生于带头镇石城村 也是在莆田界外 12岁才去的新加坡 林恩强培育了一批莆田人做门徒 从事大陆地区民营油站生意 从1992年开始投资了大量加油站 主要集中在中石化中石油不愿去的偏远地区 比如内蒙古 贵州 云南 2017年的时候 全国5万座加油站 有4万座是莆田人的 每年产值达到了4万亿 除了黄金加油站 莆田中门人控制着木材生意 鲜游人控制着红木生意 寒江人搞农贸生意 大部分莆田人都小心翼翼地经营 赚了钱从来不敢胜张 他们讲究财不露眼 越有钱的人在外面越会装孙子 为了低调 有时还故意带点穷酸样见人 外地人所熟悉的铺田医院 其实只是铺田人很少很少的一部分 哪怕同样来自街外人经营的加油站生意 木材生意 其实也都是正经生意 我们也知道 东庄那帮做游艺的 迟早会搞臭铺田人的名声 一位铺田富二代这样告诉我 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又低调又务实 根本不想别人知道我们挣钱 说完他又特别补充一句 你写文章时千万别提我名字啊 低调低调 我到铺田实地去看时 发现他确实跟我预想中的不太一样 铺田本地的主要产业 除了鞋业 另两个居然是食品和工艺美术 鞋业我们都懂 当地有4200家鞋富工厂 一年能创造1200亿产值 食品大家就很陌生了 这里主要生产啤酒 也做预制菜 一年产值500亿左右 工艺美术指的是古典家具 新中式家具 木雕 玉雕 石雕等等 一年产值600亿左右 铺田人会的这些手艺 最早是为寺庙服务的 寺庙需要大量佛像与建筑雕刻 才有了铺田这些行当 而福建多寺庙 妈祖庙 又是他们出海捕鱼 下南洋的心理需求造成的 从铺田现在的主产业 我们可以看出来 其实本质上 还是一座匠人城市 以手工业为主 在外发财的铺田人也分两类 一类是黄金这种手工艺人的延伸 另一类是加油站这种 海外铺田人的反补 铺田其实是一座 有着不错文化传承 有着大量手工艺人 有着丰富特色美食 也有着不少文物古迹的传统小城 大部分铺田人勤劳 朴实低调 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个样子 福建本省人对铺田的印象 主要来自调侃 而全国人民对铺田不好的印象 是游艺系近些年 动静闹得太大造成的 其实做游艺的铺田人 是极少数铺田人 他们不能代表大部分的铺田人 在我要离开铺田前 一位当地人谈起往事 说铺田1983年才改线为事 在这之前 铺田是全国人口第二多的县 人多地少 是铺田的主要矛盾 为了活下去 铺田人想尽种种办法 有的外出全国游荡 有的抱团发展某一产业 在这个过程中 总有些人急功近利 一时利欲熏心 迷失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还把事情搞得太大 极大的挫伤了 铺田人的声誉 政府也在想尽办法 努力让大家认识一个 真正的铺田 我默默地听完他们的陈述 临走前我总结说 铺田的发展 其实是整个福建的缩影 民间的痛苦无法控制 政府的努力尽力而为 这种事 大家各进人世变好 铺田人的努力 我们都看得到 不仅是铺田人 福建人全中国人的愿望 都是一样的 但得众生皆得饱 不辞雷病 无我残阳 福建除了泉州与铺田 另有厦门与福州 是必须要提及的城市 我们一般说的厦门 历史上一直指厦门岛内 古代叫陆岛 或者嘉河� 一直归泉州馆 唐宋时还属于荒僻海岛 没啥人气 1394年为了防倭寇 发现张权交界处的 嘉河嶼一直归泉州馆 唐宋时还属于荒僻海岛 没啥人气 1394年为了防倭寇 发现张权交界处的 九龙江出海口 嘉河嶼居然没人防守 大明在南部 见中左锁城 这才有了厦门城的起源 厦门其实最早是厦门的意思 明幻了一年间 水市有两部分驻扎在这 一部分叫无鱼水寨 他们所在的无鱼叫上门 另有一个嘉河嶼水寨 他们所在的嘉河嶼叫厦门 后来写文件时 写成了厦门或者厦门 还同时用陆门 陆导 中左锁城 嘉河嶼等各个名字 把朝廷的人都搞糊涂了 一直到清朝 才统一了名称叫厦门 厦门的行政地位 一直非常低 一般府下面是县 县下面是乡 厦门到清朝灭亡时 他连个乡都不是 而乡下面的行政单位叫里 属泉州府同安县 隋德乡下面的嘉河里 不过厦门人不要哭哈 虽然行政级别低 但厦门所设的行政军事机构 级别远超同安县衙门 是清代闽南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宋元时 福建最盛的是泉州港 明代时是漳州粤港 清代时 这两港都衰落了 从雍正年开始 厦门因为港阔水深 一直在对东南亚搞民间贸易 说是民间贸易 因为清在1757年前 只有宁波 漳州 云台山三个通商口岸 1757年后 只有广州是合法的通商口岸 厦门的对外贸易一直在悄悄进行的 广州在清时吃的红利最深 对外通商一直没断过 为今天广州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第一次鸦片战争 清政府打输了 签了南京条约搞五口通商 广州 厦门 福州 宁波 上海 允许跟洋人做生意 厦门才有了合法贸易身份 1843年底正式开步 我们说一压是中国走向近代史的分界线 是因为一压五口通商后的冲击力 部分支走广州的货物 转到了上海宁波 广西西江流域大量苦力失业 助长了太平天国运动 到清朝灭亡时 厦门以240个外国商号 排在上海天津之后 名列全国第五 对东南亚贸易成为出口贸易的支柱 外国侨民术也排在全国前五 随着港口越来越发达 船舶业和客运业日渐兴盛 码头越线越多 常常有几万船工常驻厦门 大批下南洋做生意的闽南人 也将厦门视为重要的出海点 今天小年轻们喜欢跑厦门 主要是因为当地有大量外国建筑 尤其是厦门西南小岛古浪域 有一千多座全球各个风格的建筑 很受全国文艺青年的喜欢 清朝时为了让洋人跟中国地方政府和人民保持一定距离 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古浪域划分成万国领事区 从1844年开始 英美法等国家便在古浪域设立了领事馆 并在上面建教堂 医院 学校 洋行等配套设施 大量外国人的到来 意外使古浪域发展成了今天的旅游重地 1920年代 又有富商华侨回国定居 留下些中西交融的私宅 古浪域风格才会多种多样 除了外国建筑 厦门最常见的就是棋楼 棋楼是英国人在18世纪后半期统治印度时 被印度颜热的天气晒得个半死 为了多创造凉爽舒适的住宅 从希腊帕特农神庙找灵感 在居室前加走廊 创造了最早期的棋楼建筑 英国人统治多南亚时 又把这种风格带过去 尤其设计新加坡城时 在所有建筑前都必须有一个 宽度约五英尺的有盖走廊 作为座生意的场所 大约能走五步 就被叫做五步路 形成了现在棋楼的样子 厦门多棋楼 便是华人回下居住时 将这种建筑又从多南亚带过来 现在叫南洋风情 其实是英国人避暑避出来的 七楼遍布在广东 广西 福建 海南 因为主要多建在民国时期 因此每看到七楼 就有一种南洋家民国的时代感 文艺青年爱怀旧 也更容易喜欢跑七楼来看看 厦门还有个外地人不知道的好 我走在厦门街头时 少见其他海滨城市那种咸腥海风 也没有见到其他海滨城市 常年被腐蚀后的斑驳痕迹 海水也更平静更清澈 不由得起了好奇心 一位老厦门人跟我说 厦门让人住得舒适 是因为它身处一个大海湾的中心 被大陆突出布和金门岛围绕 很好地对冲了大风浪 才有了234公里海岸线 平静的深水扩港 它无酷暑严寒 年平均气温21度 本来就讨人喜欢 最重要的是 厦门处在九龙江的入海口 大量淡水从这里冲入大海 降低了厦门海水的咸度 起风时 海风便显得更柔和温浅 一位在马六甲生活过很长时间的华侨跟我说 都南亚那边 海风咸腥味重 闻起来很不舒服 厦门海风不咸不淡 要温柔清新许多 总之厦门优良的地理条件 洋人们留下的大量建筑 以及民国骑楼 与闽南美式的加成 使厦门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成为了福建海上花园 全国一流旅游城市 但厦门岛小 它总面积才158平方公里 土地资源十分珍贵 尤其厦门旁边就是富商云集的大泉州 开车也就八九十公里 各路有千人纷纷涌入到厦门 将厦门房价推高到了全国第四 仅次于北京 上海 深圳 远高于广州 苏州 杭州 其实厦门岛就是整个福建 尤其是闽南人的富人小区 要不然不可能产生这么变态的房价 游客来来往往只是短暂穿梭 闽南富人才是厦门岛真正的主人 未经许可 Nootе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